好 李屁你怎麼觀察 顏麗夢的說法 他認為不容易有群體免疫 也不能期待有疫苗 他的講法其實蠻奇怪的 我也聽不太懂他在講什麼 他沒有講他的原因 他只是說你不要期待群體免疫 那群體免疫我們知道說 就是說當一個人群裡面 有大多數 很多的人都得到感染以後 他就變成有免疫力 他不會傳播病毒 他就好像一個牆壁一樣 會阻擋這個病毒繼續傳播 那沒有被感染過的人 會間接受到保護 那群體免疫通常可能要 整個人口裡面百分之七八十的人 都得到感染 才會開始出現群體免疫的明顯效果 那我們目前維持的資料看起來 我們那個新冠病毒流行地區 他的感染率大概很低 可能1% 2% 有的人說是十幾% 20幾% 不管怎麼樣 他都沒有辦法達到群體免疫 你必須要大規模地流行好幾年 你才開始出現群體免疫 這個當然是我們可以預期的 可是這個嚴厲夢 他又說 你們不要期待疫苗會出來 這個是蠻奇怪的 我們所有的 我們現在世界上 因為有些病毒事實上 你不是說過 事實上並沒有有效的疫苗 對啊 就是說這種例子很少 我們想要做就會做得出來 病毒的疫苗相對來講 比那個細菌的疫苗要簡單一點點 因為他個子很小 他的那個構造很簡單 那一個很明顯的例子是 我們做不出疫苗的就是愛滋病 愛滋病是很奇怪的病毒 他的攻擊目標是我們的淋巴球 就是我們的部隊 美醫系統的部隊 他直接是侵入淋巴球 他用我們淋巴球上面 表面上那個很特殊的蛋白 去當作細胞接收器 就攻擊到你的那個軍隊的總部 你就不知道他的存在 那他在你的淋巴球裡面防止 另外一個奇怪的就是說 我們對他即使產生抗體 通常一個病毒要進入細胞 就是要有一個鑰匙嘛 他才能進去 他的鑰匙好像萬能鑰匙一樣 他的鑰匙不停的變 然後還是可以開門 他鑰匙一直變的時候 我們會製造我們的抗體 去攻擊他的鑰匙 通常我們的免疫力 就是針對他的鑰匙去攻擊 讓他沒有辦法侵入細胞 那這個東西 他的鑰匙不停的變 我們的抗體就沒有辦法 他一變了我們的抗體 就沒有辦法去中二它 可是他仍然能夠開我們的門 進入我們的細胞 這很詭異 所以我們的艾滋病的疫苗 已經發展了應該幾十年了 還是弄不出來 因為他的病毒一直 這個是很奇怪的一個病毒 嚴厲夢為什麼說 新冠病毒會做不出疫苗呢 我們都知道 這個嚴厲夢他跟那個 武漢實驗室是有合作研究的關係 而我們也知道說武漢實驗室 以前就在做蝙蝠冠狀病毒跨物種的研究 就是他要他突變 本來是適應蝙蝠的那個病毒 能夠適應其他的動物 應該也是哺乳類動物 甚至人類細胞都有可能 他做這種實驗的過程當中 是不是有牽涉到某種特色的處理 是不是他有跟艾滋病毒 有一些做基因的組合 他是不是帶有某些艾滋病毒的特性 所以嚴厲夢才會這麼講 這是一個可能性 因為艾滋病毒 等等喔我們把這個推演 或者是評估再講細一點 就是說就你專業對病毒的理解 艾滋病毒到目前為止 人類的科技 人類的研究 還沒有辦法發展出有效的疫苗 然後呢 嚴厲夢會不會知道 這一個新冠病毒的某些特性的 內情跟細節 跟艾滋病毒有關 對 以至於他也擁有 艾滋病毒那個特性 那個人類目前無法克服的障礙 如果嚴厲夢是知情者 嚴厲夢就有可能 康們說目前為止 不能夠期待有有效的疫苗 是這樣的意思嗎 我是說這是一個可能性 是 這是其中一個推演的可能性 可是我覺得說這可能性並不高 即使說他在研究的過程中 去讓他去具有某些艾滋病毒的特性 但是我們根據對新冠病毒的了解 他最主要的看遠 或者是說他進攻我們細胞的那個鑰匙 就是S蛋白 那個S蛋白是不太會 他一突變的話 他就沒有辦法供給細胞的 他跟艾滋病毒是不一樣的 那所以雖然嚴厲夢是這麼講 但是我覺得疫苗還是可能成功 我不太覺得說這個新冠病毒的疫苗 就做不出來 因為畢竟我們已經做過動物實驗 我們又把那個新冠病毒做各種處理 有的是用mRNA 有的用DNA 有的是把它放在活病毒的載體裡面 有的像我們台灣三個藥廠 都是用S蛋白做病毒 他打在人體以後 他打在那個動物以後都是老鼠 打在動物以後 他產生的抗體是可以中和掉這個病毒的 至少在動物實驗我們知道說 老鼠產生的抗體是有保護作用的 當然再過來 我們必須要進行到人體試驗的階段 所以到目前為止的科學證據 我不認為說這個疫苗是做不出來的 所以這個嚴厲夢他講說 你們做不出疫苗這句話蠻奇怪的 他說不定是知道某些他的起源 他一定知道他的起源 那這些東西說不定會使得他判斷說 這個疫苗可能很難做 所以呢 我覺得嚴厲夢還有很多東西 東西沒有爆料出來 我們就等著他繼續爆料 他一直在強調說 我們必須了解這病毒的起源 才能夠去對付他 我覺得這句話聽起來有點奇怪 他應該是說 我們必須知道這個病毒的起源 才能夠避免以後發生類似的產案 產事 這個歷史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們要怎麼去了解他的起源 像SARS 2003 我們就是所有的專家 包括世衛組織 包括香港的專家去調查SARS 是從雲南 可能是從雲南哪裡的那個蝙蝠 然後感染的果子裡 突變以後在果子裡 再變成那個人傳染的病毒 我們就是要去阻斷這個過程嘛 你就避免野生動物的接觸 這個新冠病毒 奇怪了 那個大陸就是禁止你去調查 那這個東西就是讓我們不得不發疑 它是從實驗室都出來的機會很大 尤其是你這個實驗室 以前都在做蝙蝠冠狀病毒 適應其他物種的一個研究 那現在我們必須記取這個孝訊 你如何預防下一次的 這樣子的場劇發生 這一個小小的實驗室的疏漏 造成全世界那麼大的傷害 幾百萬人生病 幾十萬人死亡 而且在繼續增加之中 所以我覺得它講的意思是這個 你必須了解病毒的起源 你以後才能夠再避免這次的事 但是我們對於已經出現的這件事 我覺得疫苗還是非常重要的 沒有疫苗的話 現在陷入侯海之中的美國 很多歐洲的國家 包括香港 可能它的疫情都很難平息下來 是時候我們開始要去看 都不是不一樣的 想要去看 我們來看 我們來看